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一开始带大家关心公共安全的问题 台北车站是三铁共共的重要交通枢纽 为了安全的考量 北市府和台铁特别联合举办了防灾模拟演习 而市长柯文哲也亲自到场 不过呢却遭到独派人士丢协来做抗议 还好被警方及时驾离 让演习能够顺利进行 就算是平日台北车站还是人来人往 遇到歹徒拿刀袭击 现场尖叫声士气 除了民众受伤倒地 嫌犯还挟持人质 跟道场警方对峙 警方以优势警力迅速将歹徒压制在地 救护人员也赶紧将伤患台离现场 但在地下停车场却传出 有另一名嫌犯企图引爆瓦斯 台铁员工先以灭火器防止延烧 消防人员在拉水线灌旧 还用热险相仪确认火场有无人员受困 这场联合灾防模拟演练 继台北区铁安演习场面逼真 这是要预防台北车站 可能遇到的各种突发状况 台北车站它是一个蛮复杂的地方 因为每天进出最少是50万 多的话接近60万 而且它是台铁高铁捷运 捷运有好几条线 淡水线 板南线 松山线 还有这个机场捷运线 台北车站不管是交通或人员进出 都相对复杂 市府特别和台铁举办联合防灾演习 希望减少意外 但就在市长柯温哲接受媒体采访时 遭到独派人士丢协抗议 一度还让人以为是演习项目 索庆承抗民众立刻被警方驾离 成了这场演习的意外插曲 开播大台北数位新闻 邱世民参谎报道 接下来是许多民众都很关心的 台北市西区门户计划 从2015年开始逐步施工 最后一里路即将完成 北市府宣布交八广场 明年2月完成绿煤化和拆迁的作业 未来台北车站交六交八北门 将一路串联 加上周边的古迹 预计将成为台北市的新亮点 台北市副市长林清荣 带着媒体记者到北平西路 三井仓库视察 并宣布西区门户计划 最后一块拼图正式启动 为了迎接台北灯会 仍然在我们的西区 这第一阶工程会完成 包括北平西路 包括北平西路这条路 这样直接接过去会完工 同时这一半边的广场会完成 由于北平西路 重庆北路路口车道错位 交通经常打结 因此新工处计划将北平西路往北移 原有车道和三井仓库基地 合并成交八广场 等于一走出台北车站 就是一大片绿地 可以直接看到古迹北门广场 本工程的规模长度既有168公尺 宽度有10公尺 本工程目前已于6月11号已经开工 预计我们施工的日期大概有120天 预计在今年的10月8号完工 整个就拆除的时候 北门跟我们台北车是直接对接的 那么这样子来看的话 也就是可以看得到 这个台北长廊 即将整个衔接到北门 北平西路上民宅征收 柴主作业预计8月底完成 铁路警察局则是明年9月 前往南港车站 届时台北车站交六交八 北门将一路串联 加上周边北门邮局 三井仓库铁道博物馆 渴望成为台北市的新亮点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由翔亭采访报道 历经二十几年争取 新北市三重区二重活动中心 继地下停车厂新建工程 终于要开工动土 新北市长朱立伦 希望未来结合机场捷运 A2A站的增设 能带动二重重化区的发展 彻底翻转二重地区的 都会风貌 新北市长朱立伦 伊迪达开工典礼会场 民众拍手欢呼 气氛相当热络 为了满足地方上的需求 新北市政府在二重公园 也就是供37用地 规划新建活动中心 以及地下停车厂 同时结合机场捷运 A2A站的增设计划 希望能带动二重重化区的 健全发展 来到现场看到很多 阿公阿嬷 很多我们这里的中部 非常的欢喜 就是表示大家很欢喜 这个工程要来冬工 尤其我们这里需要 听车厅 需要华东中心 需要道书馆 这都是电影最重要的需求 请举箱近三百里 一拜 即使一道 朱立伦率领地方 多位议员前程上乡 祈求工程一切顺利圆满 看到争取近30年的活动中心 终于开工动土 附近里长都相当欣慰 虽然83年最终于 正初到现在 和100公斤年再来冬土 非常感谢我们卓民党议员 和我们市長 对我们地方的照顾 今天这个冬土 三里公家 一个活动中心 是非常非常的欢迎 30年以来 期待已久的 快乐今天 所以现在 所有冬土这次通知的人 所以地方的建设 这项工程总金费为2.78亿元 预计在108年底完工 戒指将改变附近生活机能 彻底翻转二重地区的都会风貌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导 再来关心教育的问题 新北市卢州国小 自立午餐厨房及烹饪教室 新建工程 在市议员李翁月娥的 极力争取之下 终于举行动土典礼 工程预计在明年5月 最终完工 届时不仅可大幅提升 工餐的品质 也可以分享给周边的学校 一举数得 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叶会长 那时候他是担任副会长 那跟很多家长来 我的办公厂策划 那时候教育局 只要给我们盧州国小 补助两五百多万 要修缩这个信义楼 那时候我们业副会长 要坚持家庭 跟小朋友的需求 希望我可以向教育局来 竞出四千万 所以这段时间 人家吃吃饭 也向我们教育局 上做率 那么周市长也认为 一定要自立午餐厨房 在我们新北市大力的来推动 所以我非常欢迎 今天自立午餐厨房 可以动工典瓶 看到教育局从山如流 编列经费把老旧的姓一楼拆除 并原地重建自立厨房 让盧州国小家长会相当感激 谢谢新北市政府的长官 特别还要谢谢我们新北市议员 李翁月娥议员 帮我们争取盧州国小的 自立午餐厨房 那么自立午餐厨房 我们希望今天动工典礼 可以在兴建的过程当中可以顺利 那我们家长也会放心 盧州国小的自立厨房 工程预计在明年五月中完成 届时不仅可大幅提升公餐品质 也可分享给周边学校 让孩子更健康 家长更安心 台北市警察局南港分局 为了维护地方的治安 特别举办了联合社区治安会议 而会议中除了让民众了解 反读、反诈骗相关内容之外 更邀请到士林地检署检察长张清云 拍出将反汇选 而现场是坐无虚席哦 一踏入南港分局大礼堂 满满都是人 除了里长们带着里民参与 再加上事业员 地方士绅都共襄盛举 全都来参加由南港分局主办的 联合社区治安会议 即反汇选活动 我们警察是非常慎重的 就是谨慎的来对待相关的一些 一些社会治安议题 很严肃的来面对 务必务必在强力执法 来建构一个安全的一个生活环境 请用箭 士林地检署检察长张清云 与南港分局长张龙欣 共同拿着正义之箭 突破前方会选以及选举暴力的气球 先是共同反会选的结析 除了会选 毒品也是相当令人头痛的问题 因此现场也摆放各式毒品样本 以及解说 呼吁民众共同反毒 南港分局期盼有职安会议 让民众更了解 反诈骗 反毒安居 跟关怀富有专案 共同维护治安 台湾大台北说的新闻草德华 采访报道 广告回来告诉您 新北市罗州区重阳公园内的柚子树 结石磊垒 市议员李翁月娥特别邀请 幼儿园小朋友采汇套袋 希望为弱氏族群 筹目更多的善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来才不会求救无门 多一分注意真的很重要 心情购物风险高 脚比安全最重要 欢迎回来凯波大台北数位新闻 由新北市政府制播的新著名节目 幸福新民报 全新一季将在7月1号正式开播了 并且首度在TVBS以及有线电视 CH03公用频道联合播出 希望让观众对新著名有更深入的了解 由新著名朋友所组成的生动乐团 带来融合在地的台语创作歌曲 嘹亮充满张力的歌声 让在场嘉宾惊艳不已 欢迎回来几句咯 由新北市政府制播的新著名节目 幸福新民报 全新一季即将在7月1号晚间正式开播 市长朱立伦表示 幸福新民报全新第五季的节目 将首度在TVBS及有线电视 Channel3公用频道联合播出 希望让更多的民众透过节目认识新著名的文化 我们新北市的幸福新民报 提供给新著名 不单是新北市 整个台湾的新著名 一个新的一个节目呢 已经进入第五季 最重要就是让这个新著名 有属于专属新著名的频道 跟专属新著名发生的地方 把很多的精彩故事告诉大家 我也希望我们这个台湾的社会 能够更欢迎新著名 让我们的法令能够松绑 让新著名能够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为了融入新著名多元文化特色 本季幸福新命报节目主持人 是来自俄罗斯的安妮 在现场与大家分享 她在台湾所遇见的人事物 及许多感动的故事 幽默大方的谈吐 野兜的全唱 笑声不绝 我觉得我住持幸福新门报的时候 遇到了很多在台湾住的外国人 然后我好感动 因为大家都好幸福哦 他们都是住在新北市 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 然后他们这边真的 一直我访问的时候 我们两边都会跳远 跳远类 因为我觉得真的 台湾是都厉害的地方 谢谢你们怀疑我们住在台湾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第五季的幸福新命报 每一集除了有主角本身的故事外 特别以真实记录式的拍摄手法 来呈现新住民朋友 在台湾落地生根的新进雨历程 要让观众朋友 对新住民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要让新住民朋友感受到异乡的温暖 记者王红奇 李佑台北采访报导 许多民众都有养宠物 为了维护毛宝贝的健康 新北市动宝处特别举办了 毛宝贝吃喝玩乐跑跳碰系列活动 而活动期间 自几日起到八月底址 欢迎毛爸毛妈们踊跃报名 一起与毛宝贝共度暑交 毛宝贝的体重破表 没关系 赶快带她去参加瘦身比赛 顺便拿好礼 为了维护毛宝贝的健康 新北市动宝处特别举办 毛宝贝吃喝玩乐跑跳碰系列活动 内容包括毛宝贝去吃头 毛宝贝瘦身够 及毛宝贝动自动运动会等主题 活动期间自即日起 自八月底 欢迎毛爸妈妈踊跃报名参加 将近一千座的公园 有十五座的宠物公园 所以这些都可以让我们的毛宝贝来运动 那我们也有很多的景点 像那个渔轮码头啊 像食文铺等等 我们都可以带着我们的毛宝贝 一起去吃头 那我们在八月十一号 在卢州的卢堤丑屋公园 也办理毛宝贝的动吃动的运动会 我们欢迎所有的毛宝贝 一起来参加运动会 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这次动宝处举办的毛宝贝系列活动 刚好与卫生局长期推广的动健康 有异曲同工之妙 卫生局长林祈宏鼓励大家 带着毛宝贝一起追求健康 这个整个活动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其实大家都一起运动 不只是人 事实上你的宠物 那刚刚处长提到那个宠物过重的问题 这个我也有观察 虽然卫生局注意 我们的业务对象是人 不过人如果能够跟他的宠物 主人能够跟他的毛宝贝一起追求健康 我相信这个会达到我们大家共同的目的 东宝处强调新北市是一个友善动物的城市 透过这次活动 除了倡导动健康的观念外 也希望大家都能留下美好的回忆 吃喝玩乐 挑跳梦 健康 老赞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文宏采访报导 现在人是纹癌色变 据统计癌症是台北市十大死因的第一位 北市卫生局与癌症基金会共同推动 台北市防癌小尖兵的活动 邀请艺人朱欣怡与六岁大的儿子共同出席 呼吁市民一起共创健康的生活 此时刻刻都充满活力的台北市吉祥物熊赞 被委任成为防癌小尖兵团长 带领同盟军团一起担任防癌尖兵 帮助家长们注重生活作息 以及良好的生活习惯为健康把关 主办单位特别邀请艺人朱欣怡与六岁大的大儿子 迪宝一起亮相 呼吁民众都要近期进行癌症筛检 也要懂得倾听孩子的话 呼呼好动的迪宝 一上台就跟熊赞在台上玩得不亦乐乎 也主动希望妈妈要好好照顾自己 让朱欣怡相当感动 根据调查 癌症是台北市十大死因的第一位 台北市微山局与癌症基金会共同推动 台北市防癌小尖兵活动 未来将会寻回各国小举办三十场的讲座 希望借由孩子提醒家长 共同建立健康生活 开播大台北市新闻长的话 采访报道 新北市芦州区重阳公园内的柚子 在台湾环保协会的细心照顾之下 目前已经结实累累咯 市议员李翁月娥 特别邀请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彩绘套带 一起帮爱心幼穿上美丽的衣服 也为弱势族群 筹募更多的善款 小朋友聚精会神体在套带上彩绘 希望帮每颗爱心幼穿上美丽的衣服 如说去重阳公园的十七棵柚子树 在台湾环保协会的细心照顾下 目前已经结实累累 由于不撒农药 必须以套带的方式来防止重咬 因此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 特别邀请文德幼儿园的小朋友 彩绘套带 希望每颗幼穿都能平安长大 我记得当初生的时候 还有人偷懒 现在没了 现在早上在运动的阿伯 不都说那不可以 那人要做爱心 我跟所有志工 这没意外的志 就是要帮忙我们 我们三中六九十九经国秀 辛苦孩子要投资一项两千块 所以他记得今年大家最会来做爱心 他记得再来买油了 台北市爱国师子会也到场 共襄盛举 以实际行动来支持这项公益活动 希望今年的爱心柚能够大丰收 为山奴地区的弱势族群 筹募更多善款 台湾环保协会表示 今年的爱心又成长状况良好 结果数量比去年还多 预计在中秋节前进行采收 并举行爱心意卖活动 希望届时各界能踊跃响应 一起把爱传出去 都爱心又大爱 凯博大台北四位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导 为在台北市市邻里区 天母西路95项旁的黄西 经常有民众随意乱丢垃圾 天狱里长潘景雄 特别发起了近西的活动 号召里内志工沿着河堤捡垃圾 而短短一个小时 就清出了一卡车的垃圾包 大批大批的垃圾被弃制在草丛堆里 饮料罐塑胶瓶不稀奇 甚至还有汽车椅垫 废弃马桶等大型垃圾 近百名志工手拿垃圾袋和夹子 沿着河堤边开始清除这些垃圾 没有公德心的那个里面 然后把那个整个 我们这个天母西路都整个污染了 那旁边很多垃圾 每天都在这边经过的话 那看到这样子的话 大家会觉得很干 就是说居住品质会影响很大 明明告示牌写得清楚 禁止乱丢垃圾 但民众公德心还是有待改进 因此士林天狱里长潘景雄 特别举办近西活动 号召里面志工一起来 清除黄西边坡草堆里的垃圾 我做了里长 这个四年 将近四年 我们进了两次 这次的垃圾特别多 就是从上游一直流下来的 黄西是大家的 如果大家有空可以下来 走一走看一看 大家请大家爱护这个地方 垃圾不要乱丢 阴阳之下大火灰汗近西 短短一个钟头 就装了一卡车的垃圾包 黄西也恢复他原始自然的样貌 潘里长再次呼吁大家 环境教育随手做 别再乱丢垃圾 共同维护社区整洁和秩序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由翔廷采访报道 开车时 如果把路人 当成家人 你会更小心 虽然 他们并不是你真正的家人 请记得 他们也有家人 谢谢你 让路人家人都心安 欢迎回来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近年来呢 台北捷运关渡站周边不断的发展 除了大型购物中心进驻 还有科技园区 一员大学所组成的关渡生活圈 而现在有建商 看准关渡站优越的生活机能 延续与自然环境对话的理念 规划黄金级的绿建筑 成功吸引许多购物组的目光 同时拥有产业 捷运 自然优势的关渡站 近来被知名建商给向众 重磅推出了18层楼高的纯住宅案 790坪的基地当中 约有530坪规划为四季植备区 用景观包裹建筑基座 与一楼零店面的公社空间有机共融 植备的数量与品种 乃至节能建材 与全电气化的规划 都是以黄金级绿建筑标章 严格规范 绿建筑其实在台湾已经 行之有年已经蛮久了 然后一般消费大众对绿建筑来讲 都有一定的概念跟认知 那这次生涯立方呢 是符合政府规定的 黄金级绿建筑的规格 然后是标榜以兼能环保减碳为诉求 除了符合现代需求的绿建筑 方便的生活机能更是一大卖点 走路到捷运站 只要三分钟 生活圈包含了Costco 北一大 核心医院 而邻近的华硕和核硕科技园区 更将带动一万人的生产力 自然景观方面 则包含了关渡水岸公园 关渡美术馆等 可以说是左拥便捷舒适生活 诱报生态人文资源 其实圣洋立方这一次 因为我们的基地有790坪 然后在一楼的部分有五百 规划530坪的植被区 然后我们距离台北市关渡捷运站 只有190米的距离 大概走路两分钟 其实是非常方便 然后还有我们的建案外观 其实它是跳多一般传统建筑物的外观 是四四方方的 我们是用比较圆润的方式来修饰整个 我们的建筑主体 关渡生活圈闹钟取静 有基本的生活机能 又享有台北市门牌 加上区域纯住宅建案 16年罕见 因此吸引大量的在地课程 与科学园区新贵看屋 也让这个建案从一推出 就获得了市场瞩目 记者安介平 谢雨桥 关渡采访报导 北部著名的温泉游戏区北投 不仅有珍贵的温泉资源 还有古老的建筑和丰富的人文历史 有建商看准北投优越的先天条件 打造日气金工豪宅 主打家家有温泉 户户有汤屋的规划建筑 锁定金字茶挺层的客户 由国内知名建商 在北投全员路推出的80坪温泉豪宅 所在地点曾是台湾知名产业 永丰化工的组措 占地约有1100坪环绕绿翼林印 户内配置温泉道府汤屋 社区则规划有咖啡厅 游泳池 交仪厅及健身房 给住户米其林般的心机享受 我们的地面城跟地下城 有规划汤屋游泳池 还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咖啡厅 饮料跟水果吧 在这个地方 大家在泡完温泉 或者游泳结束后 可以在这个地方休闲娱乐 另外我们屋顶城也规划设计景观的茶屋 还有健身房 那我们茶屋跟健身房可以360度 看看阳云山 大顿山系 以及环云山等等 除了开阔多元的公共空间 业者更以高规格打造建筑外观 以食材绿蒙卡为主要建材 典雅设计环绕绿印 住户享有高度隐秘安全性 高楼层住户坐拥大屯山 七星山景和台北市夜景 低楼层住户也可利用空中花园 一览地利人文环境 今天既然是休闲的尺度 或住家的尺度 都要有一定的一个规划跟设计 尤其它的坪数不能过于小 尤其来买我们这里的住 要休闲当度假用的 它平常在家里 在台北市区 或者说在周遭 它住的环境 它住的空间 可能都是八九十坪 甚至于超过一百坪 我们来度假休闲的 就是要让心穷开阔 让它开朗一点 所以我们把坪数 把它规划到八十坪 这样才符合第一个 自己住的家跟休闲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凭借北投地区的休闲氛围 与自然景致 加上高规格的日系质感规划 使得建案一推出 就广受在地课程青睐 业者也透露 不少住户在购屋后 将其当成私人接待会馆 由此可见温泉精品豪宅 已成为在地指标的住宅建案 记者卢应璇 杜怀胜 北投采访报道 这两天炎热的天气 相近许多民众中午出门 都相当有感 气象局表示 今天全台天气大致是稳定的 大台北以及东部地区 可能会出现将近摄氏 36度的高温 而也因为热力作用 会有局部短暂雷震雨的发生 而第二地区的民众 应该盛防排水部级 所造成的积水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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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吃 도争